大家已經講超久 我終於要來換我的髮掃了 我之前去Beating的時候 如果還沒看影片的話可以看這邊 就是他有跟我說我的髮掃其實有點太寬了 所以我在騎乘的過程會有點太外展 騎久了比較不舒適 然後剛剛我的朋友阿乾 他有一個他之前退下來的手把可以給我裝 所以今天我就來他的車店移植一下我的手把 他們平常是沒有維修 但如果你有需要買這個PS可以來這邊 現在是剛調整完 我覺得這個我的前手把變窄其實 騎起來真的還蠻舒服 我原本太寬了 現在這樣感覺沒有這麼壓迫 身體不會這麼掉下去 再試騎一下看看 跟你說把帶的重點就是要拉緊 否則的話就會怎麼樣 就會越騎越鬆 就會翻開 OK 阿乾小叫做 我現在終於把我的髮掃換成4公斤 我現在終於把我的髮掃換成4公斤 原本是42公斤 所以我在騎的時候阿 原本的車會有點像這樣 然後我就會非常趴下去 所以我現在 感覺支撐稍微好一點 這幾天我再去試騎一下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換完的心得吧 好我今天已經是更換完把手的隔天 然後我們要來嘗試一下到底 把手縮小之後有沒有比較好騎 然後我今天跟兩個我的朋友 一個是牆爐 一個是阿乾 我們今天要來去騎風潰嘴 希望不要被他們點太慘 GOGO 我們要來去風潰嘴了 聽說 待會兒的風潰嘴大概有6公里長 如果已經很久沒有騎過風潰嘴 大概是上一次騎兩三年前吧 很久以前 所以也算是我換新車以來 的第一趟風潰嘴 待會兒就來挑戰一下 出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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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山前先把衣服脫掉 不然怕等一下下山太冷 6公里喔 希望學長們不要拉得太遠 學長要等我 學長要等我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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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在外面繞 因為他們說那邊是計時點 所以要讓他定位一下 好那我們就出發吧 現在大概是4.5公里 看一下騎到山上會幾公里 GOGO 從一進來就這麼高 好幾公里 6公里 追上他們的 好累喔 最輕了才不動了 好累喔 最輕了才不動了 好累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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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一下 這段是平路段 微微下坡 好喘 他怎麼邊拍邊騎啊 也太喘了吧 好累喔 我們現在這樣才騎了1公里多 對啊 走得還那麼遠的感覺 好累喔 剛剛的第一段連續上坡 沒有力氣路 太喘了 喝水啊 喝水 多慘 跑載多一次慢慢喝 超抖 花芹人真材 拍不了 好累 今天兩個大上坡 喘到不行,他們已經 不見了,好快 剩下最後兩公里了 太強了 他已經衝下來等我一波了 最後1.5公里 最後一段 可是我已經 最輕擋了 我的踏平已經 起不來 到了 到了 你不要再畫劇作演技好不好 這樣 兔個我看啊 兔看看 我們都要風規水了 我上次騎車上來應該是好幾年前的一個小約期 然後今天給牆泥還有阿甘帶上來 超級累 我全程幾乎都是 我全程幾乎都是第三名 我記得一開始他比我快 然後後來我完全就不行了 最後就是被他電爆 然後最後上坡的時候我真的已經 感覺到我早上吃的東西快吐出來 牆泥超強 終於三小王子 真的是他的地盤 我每次之前來拍片一直遇到他 結果今天竟然從頭到尾都給他帶爆 他停下來等我 阿甘自己也自顧不暇 我換了這個小把手之後 其實比較好踩 我原本的把寬就在這裡 然後就是我踩躲氣的時候太大了 我身體會一直太開 結果就導致我的腸會覺得腰很痠 然後手很痠 但我今天腰很痠嗎 不知道是什麼問題 可能還要再多練習一下 好阿 紀錄一下我第一次崩潰準 下山 Go Go 來總結一下我今天的心得 我覺得我換完這個把手之後 其實我去騎山路整個 我覺得力量輸出來講 比較集中 不會卡在說 就是把手太寬 然後力量一直不見 這種問題 好啦 所以 以上就是今天我去外騎實測的影片阿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小鈴鐺有沒有 然後 我們就到這邊結束啦 掰掰